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呢咱们自己写的一个分音类 对吧 对 可以使用 但是咱们没加优化 对吧 因为咱们类已经写的很长了 再写的怕大家不太理解了 所以咱们这节课就把西说PHP里边已经有好的类拿过来直接使用 好吧 然后再将咱们前边学过的处理 用PHP处理数据库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分音 好吧 那我们这里边 这个类就是我们从西说PHP里边提出来的 跟前边咱们自己写的基本上是一样 只不过我稍稍优化了一些 好吧 那这个类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代码长度 前边咱们自己写的呢 稍稍长一下 也就是这里边考虑的问题多一些而已 对吧 代码比较长一点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呢 我们只要做这个类的对象 直接用就可以 对吧 早说了再将PHP连接数据库的预法 咱们稍稍串一下 对吧 所以呢 咱们需要再建一个文件 什么呢 test.peerp 好 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 再写一遍连接数据库的过程 对不对 和处理结果集的过程 你不用说所有的库的东西 你只要先简单的几步就行 第一步 连接 数据库 那使用什么还是吧 它有一个资源 对不对 但是资源可以不用 如果就一个连接的话 用mycircle下方线 使用mdct 然后这里边第一个参数是连接数据库的位置 第二个是用户名 第三个是咱们的密码 得数据库密码 前面设置的是123456 对不对 有连接我们就得有什么 就得有关闭 然后用mycircle下方线close close 不写参数 默认就是这个连接的参数 对吧 当然了 则说每次写成绩都得写这几步 后期咱们用框架或者做好一个数据库处理的一个对象 这些都可以省略 前期咱没学到那个地方 咱只有一步一步写 对不对 咱们做程序可以把所有重复的代码都只写一遍 就可以完成 对吧 但是需要我们项目去规划 但是前期还是自己做写几遍掌握一下比较好 有连接数据库了 如果失败的话 用写错了 我们可以用或者这个方式对不对 数据库连接失败 连接完之后得选择一个库作为默认的库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什么 选择一个库作为默认的库对吧 那我们这会用MySQL下发键SelectDB 记得他前面见过一个库叫什么库 细设PGP这个库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什么执行四个语字了 对不对 执行Circle对吧 那我们现在直接从数据库里边 获取表着记录的语字 Circle等于Select有ID有名字有密码 还有什么性别年龄Email对不对 不让我们从什么边的 Yousers边的边对吧 最好Order Orderby排序按ID咱们排下去听懂吧 颁布人岁序咱们显示是不对的 然后用MySQL Q E R Y 执行Circle 反回来的是不是就是我们需要的结果集 反回来的就是我们的结果集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结果集里边是不是可以过去 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 这个结果我们需要用表格显示 所以我们echo一个table 给个边块给个宽度 然后给一个位置 我放在中间 有开始就得有什么 就得有结束 然后这会也可以输出一个表名 对不对 Caption 就是H1 表叫做User's表 斜盖H1 斜盖 Caption 咱们说了最好是字段 咱们是手工的写 变同数据固取 记得这事吗 所以我们这块用 TR 斜杠TR echo th 斜杠TH 这里边 我们这边加上ID 当然你可以用中文对不对 Name Name 密码 密码 密码不用 我这个删掉 我上面这块支笔得删掉 然后性别 年龄 emile 对吧 这是 这只是字段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wile循环 循环出一行记录 对不对 嗯 嗯 我们最好用这个 my circle 下滑线FETCH 下滑线RW 通过结果集里边 获取一条记录对不对 对 那这条记录呢 我们把它变成变量的形式 用什么 用list 接收一下 当然你可以直接作为数据处理 当然你可以直接作为数据处理 对不对 嗯 两三四五列对不对 里边别用循环 把五列单独写出来 这样每一列都可以用我们的程序去处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输出 TD 斜杠TD 如果外层用双眼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大括号 对吧 大括号 分别写上ID 名字 性别 还有什么 年龄 还有 里面 来我们访问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表格有没有 这是复习一家数据库连接处理结果集的 最简单的几个部分 对但这些呢 一般就够我们使用了 有一个错误在35行 35行 这块我们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分号 看一下 是不是这表格就有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表格 但是我们想加上分页的话 数据是不是 稍微少一些啊 所以呢我们想多一些数据的话 我们最好复制一些数据 直接用命连行复制或者批买的命都可以 对吧 对吧 咱们进入 -h 这里边你可以按岁数据 比如说内幕 密码 年龄 性别 email 因为它这个数据是乱的 对不对 咱们用拼买命家的 它数据 当然你可以调整 改变那个数据 然后呢 select email 跟那个前面写的 随意要一致 name 密码 年龄 性别 email 不然我们从哪啊 从yours 你看复制了 一下复制十条 对不对 这是一条色课语句 复制数据用的 插入数据 从哪插入 从别的表取出插入 我从本表取出插入 那这就是二十条 这就是四十条 八十条 这些数据就够我们用了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 一共有多少条数据呢 哇 是不是这么多 嗯 如果这么多数据 你放在一个页面上 用户就会看乱 对不对 像数据多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得用分页啊 分页 对不对 那用分页最简单的方式 现在这里边是三百二十条数据啊 三百二十条数据 所以呢 我先 假如说直接用这个去给值 嗯 那首先我要想用分页 我得用上这个 把分页类得包含进来 对不对 加在分页类 对吧 有分页类了 我们要想使用分页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创建分页对象 对创建分页对象 对吧 嗯 大陆配置 等于 new page 咱们假设 一共是三百二十条数据 每页显示十条 跟原来的用法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分页对象了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方法 是否这里取出来了 对 那在table里边输出一个 td tr 斜杠tr 里边再放一个td 再放一个斜杠td 让它是cols 这话是cols pn 让它等于几列呢 五列 al 让它放在右边 我们在这话 加上这个 刀的符 配置里边 我们外层是什么 外层是单眼号对不对 单眼号 刀的符 配置里边有没有一个f配置 就有这个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分页取出来 对吧 可以 那我们在这话 或取 使用f配置 方法 或取 分页内容 现在咱们是不是 仅三步就可以加上分页啊 嗯 第一步是干嘛啊 包含 创建对象 然后在这一加 所以说在程序中使用分页 如果有个对象 直接用这个对象 我们程序就会变得怎么样 很简单 看下边 是不是加上一个分页 共三百二条 每一条 本页一到十条 三十二页中的一页 一二三四五 然后 这是列表 对不对 到末页 都可以对不对 但是分页显出来了 这个数据为什么没有呢 对吧 这个列表为什么没变成十条了 对 因为想要列表变成十条 列表变成十条的话 必须这个色刻铝圈 上面 就用低密的限制才可以 对吧 那我们 因为输出的有中文 所以我们在上面最好加一个什么 不然每次都得选 对 将来用框架的话 这些都是在框架里边对不对 对 差三十等比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使用Limit 正常我们使用Limit 是在这块 automine前面对不对 Limit 什么呢 比如说从0开始去去十条 是不是 或者从30开始去去十条 是不是 那我们这块为了方便 其实在我们 既说PP里边的分页对象里边 专门有一个什么 配置里边直接有一个Limit 那我们在这画 为了更好的 看到这条搜尾针对不对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对不对 但是上线之后 需要把这个删除 Limit 三百一到十 最后一个 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 Pers Limit 这两个怎么办 Limit一定要放在automine之后 听着吧 这也别写错了 你看现在下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我们分这一样 就可以了吧 对 那我们再看一些细节 这些功能和咱们前面写类 差不多 对不对 对 只不过咱们这会多了一个什么 对 从这里边获取一个数评 对不对 嗯 那同样我们下边也可以改变顺序 在这块 它有七个部分了 零 一 二 三四五六七 七七个部分 对不对 嗯 七个部分 你看没有变化对不对 对 那假如说 我现在不要二三 我把零放在最后 对 跟原来的作用是一样的 对不对 咱们讲过这样的算法 嗯 三十二一分二十五页 首页下一页 然后共三百二条记录 对不对 嗯 这个 除了这个我们 这个格式还可以改 比如这是用户的话 要显示三百二条记录符 显示三百二十条用户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 到了配置这块 有一个什么呢 里边有个size 可以设置很多东西 比如说 HEAD 假如是这块 各用户 咱们不是用户表吗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三百二十个用户了 对不对 那首页上一页下一页末页 这些能不能换成字呢 也都可以 都是配置里边 可以用size 设置什么呢 比如说 嗯 上首页first 是这个属性值 嗯 是这个类里边规定好的 那比如说 首页我们可以用 这个 哇 都可以呀 可以 那上一页呢 PREV这个属性 我们可不可以用 两个号的这个 可以吧 下一页NEST 我们可以用 对 反过来的 那最后一页 怎么就last 这是我们分页类里边 可以设置的五个属性 嗯 那我们看显示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呢 看 上一页下一页是变成这样了 对 对吧 而且这些可以完全换成漂亮的图片 嗯 你在这直接写图片 只要写什么 我们在那显示的就是什么 对吧 嗯 这是可以设置这个 那我们 这回呢 就这一功能吗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属性 就是什么 这块 配置有这个属性 对不对 对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知道当前页是哪个页的属性 我待会直接输出一下 当前页为 直接连接配置里边有个配置 我先好 当前页为25页是不是 嗯 那是这个属性干嘛用呢 非常有用 对不对 嗯 你不光在分页里边使用 你在别的地方享用到当前页是多少页 直接拿到这个属性就知道了 对 对不对 不用被得从这里边获取 嗯 不然你还得写一些小的算法 除了这几个属性 咱们在这个 里边 分页对象这块 还有其他参数 什么呢 比如说 咱们如果在做程序一定要做到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种跳车一定要能把数据带过去 嗯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块 点26页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配置等于26 对 那如果想把ID传过去或者其他传过去怎么办呢 嗯 那怎么办 这个参数就可以 第三个参数 比如说我传ID等于5 并且CID等于6 对不对 并且啊 用户等于I的命 你看 我可以传多个参数 使用这种参数的格式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我不管点任何一个页面 你看 ID等于5 CID等于6 User等于I的命 Page等于21 对不对 是不是完整这个事 嗯 我点任何一个页面 是不是都有这么多参数啊 嗯 这个功能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你做分页 那就意味着把数据传不到下页 那好多地方 比如说多条件搜索之类的就做不了了 嗯 对不对 这个功能是一定要有的 没有问题吧 嗯 那除了这功能的话 现在呢默认页面联系访问 你看 默认在第几样 是不是在第一啊 嗯 那对于一些文章呢 比如说评论之类的 对不对 一般默认在最后一样 对吧 那这的话 这个分页能做到呢 可以 怎么的 再来个参数 假值 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我只刷新一下 默认是不是直接在32页 嗯 对吧 所以刷新一下默认就直接到32页了 所以这个真假值 默认就是真值 决定怎么办 对吧 是不是从第一页开始显示 对不对 假值默认从最后一页显示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分页对象 基本上有这些功能 那我们一般的分页 是不是都可以做了 对 大家拿到这个分页类之后 你需要改的 只可以直接用 你需要改的 只有什么呢 看一下 只有这个样式 对吧 嗯 因为这个样式默认的 不一定和你的网页的风格相配 对不对 嗯 再有这里边 我这块直接写320页 如果数据增加的话 是不是就不好办了 对 所以一定要动态的 如果咱用框架的话 就用一套语句就会到了 那如果在这里边 还得像执行色刻语句一样 slag 这块最快的方法 或许记住 是用count 新 比如几个编名叫它cou 数量 totl总数 然后brom从us 这个效率是比较快的 对吧 那当然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得执行一下 嗯 嗯 买塞克效应 q e r y 执行一下 色刻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还得从这里边 是不是要获取一下记录 嗯 获取一下数据 data等约 买塞克效应 f e t c e 是效应 asoc 从结果线里边 到了 r e i c e t 我既然给它起个别名 是不是叫总数 对 所以这个数据里边的总数是谁 就是 data里边 因为只获取一条记录 它只有一条记录 对不对 里边的谁 t o t l 这样的话 你看 总数是不是三百二条了 是不是也是三百二条 对吧 那如果再说再增加一下 是变成六百四了 再稍微一下 你看 是不是六百四条 最后一件是六十四一 嗯 所以这的话这几步是获取总数了 也是当经常用到的 获取总技术数 那 因为现在刚开始学连接数据库 没把它做成方法 你只有写三条 对不对 将来用框架 只写一条就可以了 对啊 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目标 就是将数据库的连接过程 过去数据的过程 写了一遍 又应用了一下我们书上的分语类 好吧 大家觉得这分语类哪不满意 当然了 它也有问题 虽然是完美分语类 对不对 应用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当然数据量很大的时候 像这样的分语类 用算法写的都做不了 对吧 比如说有1000万条数据的时候 这个分语你点速度很慢 对吧 或者如果你这个用的话 假如说你点下一页了 点第二页的时候 用户数据有更新了 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有可能数据就会窜 对吧 因为在网上的数据经常更新 对不对 你点第二页的时候 它有可能随着数据更新 有可能是第三页第四页的 但是你还选第二页了 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项目里边去优化 嗯 好 但是咱们现在学习过程 这个分语类就足够你使用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继续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不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